随着立冬节气的到来 在新疆昭苏县湿地公园 降温带来的初冬美景 不容错过 在天山深处的 昭苏县湿地公园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 湿地公园身披霞光 安详静谧 蜿蜒曲折的特克斯河 从湿地横穿而过 在低温的作用下 河面雾气升腾 朝阳 水雾 共同构成了一幅 天山深处的初冬美景 11月7号 位于大兴安岭腹地的 内蒙古尔古纳市 出现了美丽的雾松景观 远远望去 一排排白画 似烟似雾 与蓝天白云融为一体 树枝上一粒粒极小的冰晶 在太阳照耀下 熠熠生辉 放眼望去 漫山遍野 美不胜收 今日 黑龙江省双崖山市 宝清县853农场 燕窝岛石地附近 每到黄昏 数万只大燕飞来 远远望去 燕群如绵延天际的浮云 奔流涌动 在余晖中漫舞 在东升石地内 西洋西下 数万只白鹅燕 聚集在石地的 芦苇丛里和水面上 起落之间 场面十分壮观 据介绍 燕窝岛石地 东升石地 是西伯利亚 南迁越东候鸟 进入中国停留的 重要补给站 也是燕类的 重要迁徙停歇地 每年都有数十万只大燕 在这里觅食 补充体力 大约在11月中旬左右 陆续离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